我们的姻缘有这个母亲的受伸 不是从石头跳出来的 为了让起庆众生 第三个 受益 那么佛陀也视线结婚生殖 那么佛陀也经过我们众生一种受益的过程 第三个 益成出家 那么佛陀在享受五一快乐的时候 他体验到这个老病时的无常 劳努千般快乐 无常宗事到来 佛陀就骑着白马 就跳出王宫 就出家修行 第五个 往外道的时候修出苦恨 那么佛陀在成道之前是修苦恨的 有六年的苦恨 那么六年的苦恨 主要是要降服外道 因为外道认为说 一个人没有经历苦恨的修职 他所觉悟的真理一定是不究竟的 所以为了让起性外道 佛陀也视线这个饥饿的苦恨 一麻一脉 那么后来受了木牛女的这个牛鲁舟的供养 精神体力恢复了 那么才开始打坐思维延期 到第六正大菩提 那么正大菩提以后开始转大法轮 转这个五秤的法门 最后佛陀因缘结束的时候入大涅槃 所以佛陀的自得 法身报身 当然对我们最重要当然是印花身 因为佛陀要不说法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读到 现在的这个华阴经 华华经 嫩阴经 这些经论都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列说 列说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 我们讲这个涅槃跟菩提 这种功德都是 后面也会讲到 其实这两个功德都是以转业为项 转业 这个转业是这样子的 转业的是 用道理来转你的内心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我们如果把生命分成过去 现在未来 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叫过去 还没有经历的叫未来 过去是固定的 未来是有无量可能性的 是变化的 我觉得我们一个修行人 你经常要问你自己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从什么地方来 第二个 你将往哪里而去 你经常用这两句话来问你自己 一切法是因应生的 你说这个人很庄严 哦 庄严从忍住中来 他过去有忍住的功德 这个人很长寿 让长寿从慈悲中来 你看这个人他的知具非常丰富 吃得很好 住得也好 穿得也很好 这个人他过去生有不死 他从不死中来 富贵从不死中来 我们看到你现在 现在就是到你的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 有很多的 你感到很满意的地方 安乐的果报 有些地方是你不满意的地方 你从你自己的得失当中 你就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 但是这个 其实第一句话还不重要 我们看到过去给自己一个反省而已 更重要是 你将往哪里而去 佛法是重视未来的 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人福报很大 他的富贵 受用很好 权力也很大 在社会上一个很有权势的人 这个人心中要不明白佛法道理 这个人 他有好的过去 但是他没有好的未来 他从善处中来 但是他未必往善处而去 未必 我们现在学佛做了一个佛弟子 我现在的果报 我实在非常不满意 但是没关系 你输掉了过去 你不能输掉未来 一切法是因缘生的 你只要把成就功德的因缘 记住了 未来的功德就自然出现了 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经论 你就是第一个明白道理 第二个 如何来应用 学习佛法 第一个明白什么是佛法 第二个 如何应用佛法 你能够 谁能够掌握佛法的原始论 谁就能够掌握未来 我认为一个人掌握过去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现在很快乐 福报很大 但是你没有未来 你的快乐到晋升结束了 你看一般的没有学佛法 我们刚才讲 很少人有未来的 他甚至于连来生都不相信 他根本就不可能做来生的规划 一个人没有愿望的引导 临终的时候是颠倒的 他没有方向的 谁也流转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对来生有一个愿望 临终的时候 一切诸葛里西街败坏 一切色身都消失了 这个是我们的愿望现前 清净的愿力现前 你愿意到净土去 愿意做真上身 都能够得到你满愿 所以这个转意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何来用佛法的道理来转变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转变了 你就知道你将往哪里而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果报不满意 那没关系 那是过去的过去 重点是一个人忽略的过去 如果你连未来都忽略 那你今生是空过了 因为过去是不能改变的 未来是有无穷希望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你经常静坐的时候 你从什么地方来 反省一下 你自己有什么优点缺点 这些会留下心中的痕迹 一定你有这样的造作 那么没关系 我们知道我在转一的时候 我要偏重在转变什么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将往哪里而去 你的生病规划好了没有 这是我们的重点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场负债的日 回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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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